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讲到健康 这几年最夯的是 我手上这一个南瓜 天下第一瓜 那对于现代人来讲 南瓜真的全身都是保 从南瓜皮 南瓜肉到南瓜籽 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营养素 而且这个现代很多小朋友 跟这个上班族 过度好眼睛的 这一个观众朋友 南瓜事实上也补足了 相当好的维生素A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 来应用各式各样 不同品种的南瓜 这个我们待会 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 好朋友江守三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妇产科的医生 好朋友王乐明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眼科医生 好朋友林依卢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 好朋友罗佩玲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德权师傅 大家好 先问一下江医师 南瓜叫做天下低瓜 其实有的时候地瓜也叫天下低瓜 这两瓜都很厉害 第一个厉害是他们的营养素真的很丰富 然后第二个厉害是他们事实上很容易这个栽种 生长生殖 所以事实上这个一年世纪我们吃到的是品质很好的这个食材 而这个品质很好的食材 事实上对于人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没错 其实在讲这个南瓜好处之前 我先讲一个我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出家的师傅 他是生长科第四期的病人 那生长科第四期的病人 我们就认为他是肾性贫血嘛 所以我们就给他打造血素 那给他吃铁剂 什么治疗 然后五个月之后他血红素又慢慢自己又一直掉下去 你打同样的药都没效了 那铁剂一抽铁蛋白够了 我补够了那到底哪里不对 后来就说对他吃素 那我就说那我帮你打那个B12 我说你们吃素的人 因为一般来讲是肉里面才有B12 你们吃素的人就没有B12要用打的 师傅很认真问我说 江医师你确定你那个针 里面没有那个动物的成分 他的B12也要素的 因为他怕你打进昏的 你知道我连打疫苗 我都听到有医生说 这个真的在台湾 有人去找医生打最近那个新冠肺炎疫苗 也是强调说医生我要素的 其实我认为B12是可合成的 可是他一下问我 我一下又不能回答 不能害人家破戒你知道吗 我后来跟他讲这样子 那我去问问看好了 不过那你既然不行的话 那办就这样好了 你先回去吃南瓜 因为南瓜有不能B12 在这植物里面比较少有的 不过人家吃一只南瓜 也真的也慢慢上来 所以就是不见得要打针 那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天下第一瓜的好处 他从皮开始 就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像心 心现在被认为可以对抗病毒感染 而且植物性的食产有新的不多 对大部分都是肉 坚果才有新 他这个植物有新 牡蛎有新 可是这个是植物 他有新 吃树的人吃他可以吃到新 对而且最主要是南瓜皮 真的可以吃 很多像栗子南瓜 那个皮就直接咬下去 一点都不难吃 那南瓜肉本身就不要讲了 非常多的纤维 那甚至于有些所谓的义菌生 像甘露醇这些东西 可以帮助细菌生长 预防你得到肠癌 那南瓜子大概都认为 这男生特别好来 不管他的新的含尿 南瓜子本身可以抑制 社会腺肥大等等的问题 抑制社会腺癌 这个事实上有人把它做成保健食品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南瓜的这个囊 这个东西的 Beta和萝卜素 事实上比南瓜的果肉更多 所以你刮的时候 不要刮那么干净 只刮掉就好了 那南可以留着 那他本身这些东西 有什么好处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看得到 他里面还有葫芦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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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报告可以抑制 这个肝脏的纤维化等等的问题 那甘露醇本身可以力变 然后让你排出素变 比较不容易让毒素接触到肠子 被认为可以降低 结传癌的机会 那这个瓜胺酸很有趣 瓜胺酸本身是很罕见的说 可以增加我们一氧化氮的合成的 那你合成一氧化氮 你血管才会松开 你血压才会下降下来 所以也是天然的调节血压的营养素 是然后祖胺酸本身被发现可以对抗过敏的疾病 风湿性关切炎等等的问题 那国胶台湾人的本来所谓的纤维素摄取量就不足 那国胶就可以帮助你这个排泄 然后可以延返血糖的吸收 所以他对你其实对现代人来讲 就是每次便当都只吃到肉的人来讲 它是很重要 那最特别的是还有植物的罕见的B12 那B12是造血一定需要 你如果没有B12 你有再多的铁你也造不出血来 真的而且我请教王医师 南瓜的胡萝卜素跟维生素稀释上 可以预防病毒的感染 那身为一个妇产科医生 临床上你们经常发现 子宫颈癌就是国内的女生癌症第一名 子宫颈癌它其实跟 你们性行为是高度症相关 那大部分大家已经被证实 子宫颈癌跟人类乳酷病毒感染有关 那人类乳酷病毒要怎么样清除它呢 被感染到有没有药可以 其实在我们来讲 一般都是靠自己的免疫力的提升 那像南瓜有这些胡萝卜 胡萝卜素或者维生素C 它本身就是在我们增加 我们的免疫的能力 所以子宫颈癌它是一个 在现在来讲 在过去是台湾很盛行的疾病 那政府这二三十年推的 那个什么六分钟护医生 抹片检查 对 抹片把这个子宫颈癌 现在已经大大的打到 已经在我们妇产科里面的癌症 已经在后面了 所以这真的是很大的贡献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人 会疏忽掉这个问题 所以当有的时候 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这个子宫图形 子宫的子宫颈的部分 是在下面这个地方 在那个下面的地方 所以一般会有一些症状 有些女生她会觉得 她阴道分泌物会有点怪怪的 还有血字 或者出血量多 或者有不是月经的时候有出血 异常出血 这种情况就要非常小心了 那哪些是高危险的族群 当然是有性经验的女生 等等 有性经验的女生一堆 再来第二 最右边这个性伴侣过多 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就危险 对 就是或者说比较早 那我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些 因为现在的子宫颈癌 在我们的妇科的门诊 其实真的是大幅下降 可是我在分享 有一个个案来讲 因为现在的普遍的性经验 大家都很年轻 对 我们在我的产检里面 最晓得到17岁生第二胎 她就15岁就怀孕 可是你会觉得 你生完要做抹片 我干嘛做抹片 她就会有这种质疑 那因为健保是30岁以上 抹片是健保会给付 可是30岁以下却没有 所以现在的性经验普遍下降 我们就要卫教一些女生 可能她高中生或大学生 她就有性经验 可是她都不想要去做抹片 那我们就是说 还是要呼吁就是 如果你有三年 有第一次性经验 三年内 务必一定要去做第一次的抹片 这是最基本的 那曾经过去有一个个案 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然后她来我们门诊 她就是像这个症状 异常出血肚子痛 那时候她40几岁 42、43岁 那当然我们基本上要内诊 那她就说 她说不想 女生要内诊 她就不大怨 她说我没有什么性经验 我说你有没有性经验 你如果完全没性经验 是不大能内诊的 然后后来她就说 有啦 在大概20岁 那我说 那差不多20年前 她就一次有性经验的经验 我说可是还是要检查 那写的那么多 我们还是检查看看 那果不其然就一撑开 因为她只有一次经验 所以我们压嘴撑开的时候 她是其实非常非常痛 所以我就一看 那个子宫颈就怪怪的 就是很多烂烂的肉 我说你这个可能要进一步 那我们麻醉来做切片好了 你没办法 果不其然她也太同意了 我们就是用手术的方式 把子宫颈切下来 就是你看到子宫颈有烂烂的肉 然后你切片出来验这样子 对 就是拉 因为你撑开来 你要抓不可能 他们会很痛 我说那没关系 我们进手术是麻醉 做可能好一点 那就麻醉很快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 就切下来 哇 果不其然是子宫颈癌 那后来我们一摸就整个 因为她已经放松了 我们就可以内整 你就摸她子宫颈的两侧都硬邦邦的 就是她被盯住了 我们正常女生子宫颈 她会晃动的 她有弹性 对 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有弹性 她就是这样摇来摇去 那但是她就这样盯住了 那想完蛋了 这可能吃到旁边来了 那后来就排电脑断层去看 果不其然一看已经到第三期了 吃到旁边的肾脏塑尿管那边 那怎么处理 我们那时候就只能 因为她已经不能开刀了 什么叫不能开刀 就是她子宫颈癌已经在第三期了 第三期后面已经压到塑尿管 所以她会腰酸背痛 对 压到后面了 对 那没办法了 那只好做化疗电疗 但是这个病的症运气比较不好 她的那个癌细胞进展非常快 化疗电疗之后 最后大概半年之后 整个转移出去 还是没办法救回来 大概说半年左右 最后后来就过世了 真的 所以子宫颈抹片 有必要检查 今天王医师也带来了 一个人体的这个模型 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抹片的检查也是应倒进去 对不对 就是假设一般的女孩子 做抹片检查 应该就是很简单的上那个 妇产科的那个椅子 对 然后这一个音道撑开 然后它事实上是需要一个特殊的 子宫的那个刷具做一个裁剪的嘛 对 因为我们正常会有两大类型 一种就是这种可气式的 这是什么东西 压嘴 我们常常妇产科讲的压嘴 这是压嘴 那这种就是以前的就是器械 这是要再用的 所以现在这种比较接受度好 因为用完一个人用完就丢掉了 对 而且这个可能比较不会痛 对 而且这个可能比较不会痛 对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 为什么很多女生很讨厌看妇产科 因为这个都觉得冰冰凉凉 又硬又痛 对对对 会看起来感觉好像一个武器一样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做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个 要用压嘴慢慢把它撑开 这模型可以看到 这我们在教学生 好 就是把子宫撑开 撑开来 然后一定要看到子宫颈 会是个圆圆的东西 然后再来这就是现在的抹片刷 会是这样 前面会有一个毛毛的东西 对 子宫颈一定要我们会伸进去 动它的子宫颈 踩它的碱体 所以它周围的那个细胞 就会被你裁剪 就是会在这上面 然后再来看这边 在我们的左下这个图形 它是有一个剥片 我们会轻轻的把这个细胞 涂在这个抹片上面 对 然后再用95%的酒精 去固定细胞在这个上面 然后送病理科化液 就会看到所有的细胞这样 其实没有很恐怖 就是在做的时候你要放松 对 但是虽然对女生来讲 你要叫她在内忍台腿开开 它会很紧张 没有啊 我做过啦 其实就是比较不舒服 就压嘴撑 其实那一个抹片裁剪还好 那个有点像棉花棒沾你的身体 它必须把你的这一个 一部分的组织细胞拿出来 那它放在玻璃片的目的是 为了让那些细胞可以 而且可以让病理科去确认判断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抹片 那抹片现在是中华民国只要三十岁以上的女性 她事实上是有健保的博助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推的真的很好 我们不仅这样子 我们那个抹片车常常上山下海 到社区菜市场去做抹片车 真的喔 对我们才那像上山下海 那抽血车一样就可以去了 对对然后车子上面有内诊台 对然后也有冷气嘛 因为有时候也会碰到夏天 那这样大量这样不断的做 然后让子宫颈癌症大幅的下降 好那王医师 我帮观众朋友问你一个问题 做这个没事就没事了嘛 因为就是你的抹片正常 但有些人做就会发炎 发炎大家都会怕了 是不是有发炎有二话 或者有子宫颈癌的问题 发炎要怎么处理 一般如果子宫颈 他会有那个 如果大家有稍微注意 那抹片单会一张长长 上面有好几个符号 一二三四五六四到十七左右 前面几个都治良性 数字越大越危险 反正因为我做过我知道 我没事 所以我就收到一张没事的通知单 但是我知道有事的人 就会告诉你说 你可能有什么发炎 什么的 你发炎你也不知道 为何而发炎 因为子宫颈发炎是阴道发炎 它是两个都是在一起 所以你检体刷下来 病你可以看 你的细胞上面就有一些 发炎反应的组织 它就会给你打这个发炎 所以这种发炎 一般来讲 我们会先跟病人讲 如果你的发炎 包含你有症状 例如你会痒 或者有分泌出 你必须要回诊 让我们去看一下内诊 看他的发炎的状况 给予投药 但是常常会有一个族群 大概在六十几岁的那种 年纪比较大 他也发炎 他就说 他回来他会讲说 我跟我先生又好久没有这样 我也没有分泌物 我为什么会发炎 那其实这种大部分内诊 他这种叫做 萎缩性的阴道发炎 他是因为荷尔蒙下降了 所以阴道的黏膜 都变得比较薄 所以采下来的细胞 跟一般正常女生 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他会打这样的诊断 那这种大部分 就不需要太多的治疗 就可以了 所以假设是有状况 还是要请专业的 副产科医生 做专业的诊断跟判断 那接下来阿芳老师 也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讲南瓜天下第一瓜 所以怎么做都好吃 对 那因为南瓜 说实在的 除非买到那个 很小颗的小黑南瓜 不然每一颗都很大 所以我今天做两吃 你做哪两种品种 我今天做这一个 这个是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这个品种 然后呢 也有用小黑南瓜 小黑是栗子南瓜 这个有的时候吃起来 像甜点的那一种 对 然后呢 宁关我等会要烧鸡肉 我把鸡肉先下锅 然后让它去加热的时候 我们来介绍这个南瓜 好 我们先做一下 这个南瓜烧鸡 待会也会分享一个 简单的两拌菜 对 等会就来看这个料理 觉得干涩 那疲劳 那直到有一天 他觉得视力开始模糊 就眼睛表面 整个是破皮的状态 就像戴了一层 毛布里眼镜一样 它是一个入皮跟入味的 对我们肠胃非常好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就是预防感冒 好 那我在锅子里面 因为我今天就是用鸡腿肉来烧 烧了两只鸡腿 我把一只的皮撕掉 留一只而已 好 我们先热锅热油 把鸡腿肉下去 让它就推开 然后我先让它翻炒一下 我就可以把它稍微的先盖锅 让它慢慢煎一下 老师 我问你 南瓜烧鸡跟栗子烧鸡一样 类似啊 它那个食材都会透露出甜度 对 就是本身南瓜本身的甜味啊 对不对 然后所以 今天你比如说在家里面 你的南瓜 遇到你切开的时候 宁观 像我们在这边 同一个品种 对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同一个品种 然后它在不同的成熟度 除了你可以从外表上面看到 对 之外 就是它切开的肉质的颜色 这个红很多 对 那当然如果以眼科医师的角度 应该这个营养比较好 可是如果妈妈做菜的话 蒸熟的话 这个还OK 这个就会 烂 比较烂 对 那这时候 我觉得在家里面 妈妈如果你切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煮汤 南瓜浓汤 对 然后这个就可以拿来烧 就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因为它熟度不一样 对 所以它口感软硬不一样 你在买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外皮 去判断它的熟度 这个是你在采买的时候 你看很红的就熟了 对 然后绿的当然比较生 对 那现场还有一些 不同品种的南瓜 比如像你现在摸的 这是栗子南瓜 这颗比较大 那它的质地 跟我现在手上这种 小黑堡南瓜一样 就是属于栗子干粉种的 一起搭桑搭桑 然后里面的子仁 也会比较大颗一点点 对 那这个的话 我们拿来烧啊 降味的都好吃 或者是煮火锅的时候 放下去煮 它就不容易这样 化掉 化掉 对 然后这个是东森南瓜 前几年在栗子南瓜 没有出来的时候 这个东森南瓜 非常的红 漂亮 改变我们以前 扣扎这种南瓜的概念 对 然后现在还东部 还是有一些农友啊 和北部造桥 这一类都有种 然后这个就是 也是比较 较大伤 另外再来 现在南瓜的品种很多 各式各样的 什么阿福 阿娇 什么李白啊 奇奇怪怪的 通通都有 那其实它应该也算 跟番茄一样 在世界上那个品种 差异性很多 每一种都有一点点的口感 那等会我切片的时候 拿来做这个凉拌 好 然后边烧 我们先在看一下 锅子的这个 这一块的搅拌 那老师我请教你 像我手上这种 其实各种品种的南瓜 小家庭都买一次吃不完 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块 对 如果像这一块 或者这一块 你料理剩一半 这半块要怎么保存 这半块吗 基本上我就会用保鲜膜 把它拉得紧紧 就跟那个菜 包起来 超市在卖你半颗的时候 把它绷得紧紧的 然后这样子放冰箱 好 然后尽快吃掉 好 半块要放冰箱 可是如果像这样 一大颗买回家要放吗 不用 只要放在阴凉通风 不要闷热的地方 你就放着 它很能放 这个可能放一个月都还没坏 没有问题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南瓜有时候也算观赏的 这个蔬菜 如果到南瓜中心的 所以每个人 我都不用买 我每个人送的 我家门口摆了一个 像那种想金山一样 你知道吗 然后南瓜又叫金龟 所以也很讨喜 对 而且确实小家庭吃不完 常常半颗四分之一颗 对 好 然后现在我就把鸡肉 开始用一点点 微微的一点点的油 然后开始起草 炒出来有一点点的热度了 我就把酱油放下来 像我今天两只鸡腿 我就烧这个两汤匙的酱油 那补一汤匙的这个鱼露 鱼露 然后呢 它的甜味 我要烧比较日式口味一点点 我放了两汤匙 多一点点的米粒 好 那老师刚刚烧这个鸡肉的时候 同时也煸一点姜片 对 然后酱油 鱼露 米粒 对 这个是咸甜比例 那另外一个甜度是来自南瓜 然后这个酱味 它烧容易会烧干 就会容易可能会烧会搭 所以你要特别的留意小心 然后所以我补了微微一点点 差不多两汤匙的水量 好 然后把它集中 然后放下来一点点的木耳一起卤 好 那这时候妈妈在家里面 其实这个鸡块丁 现在呢 南瓜你蒸煮的时间其实还好 切开之后 就还好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把它稍微的先电锅 先蒸一下 可是我没有蒸到非常软 好 如果你没有事先蒸 女生的切块也可以下去 然后就让它慢慢的焖烧 对 对 好 那今天呢 在现场 就是有时候凭娘心讲 那个南瓜一颗很大颗 你会对家里面真的 要吃到当时 然后你妈妈如果蒸南瓜饭 你一个星期第一天又好吃好吃 第二天又吃南瓜饭 那个小孩子就开始 眼神就不对了 对 真的 就会 他们会觉得那是阿嬷在吃的食物 你知道吗 所以我自己 为了要解决 我就想尽各种办法 那你可以看到 我把南瓜呢 把皮削掉 我把皮削掉 然后呢 我先试过 我觉得这个口感还好 所以我就没有拿去煮汤 我用盐稍微打了一下 然后呢 腌软了 就像这样子 我们的那个蔬菜片这样软了 然后用冷开水 稍微的去洗完瀝干 那它就可以成为我们做泡菜的胚 然后呢 我今天在这里面 好 加的是百香果 这个眼科医生 应该看了全部通通都是 百香果刚好这个季节 其实本地也有很多盛产的水果 然后我就加百香果 然后甜味你可以放糖 也可以放蜂蜜 好 它根本就是蜜饯小菜的 它就是一个酸甜蜂味的 它放一汤匙半左右 这样子就这么大半颗 这半颗的 然后我如果照我刚刚这样子 那个百香果 差不多有三到四颗的分量 对 然后蜂蜜啊 你自己斟酌调整 那通常这样要多久你腌制会入味 就这样子我现在拌了之后 你早上拌或者是中午拌 晚上你放在冰箱 它就入味了 那它吃起来很像情人果 好好吃哦 就像蜜饯啊 对 所以这样子妈妈就除了南瓜浓汤 然后呢 你烧南瓜 然后有时候蒸南瓜的饭 然后再多一个开胃菜 那另外再来就是我今天还有一个准备 就是南瓜我们切开的时候 会有南瓜籽 对 在不同的品种啊 它会有南瓜籽 然后呢 这种扁平的 像越干松的这个南瓜 籽人越大 那当它是成熟的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刚好切开 它这有中有空对吧 对 那这中间会有一个瓜籽人 对 然后这种南瓜 也是有啊 也一样 它就会成熟的瓜 就会饱满 对 那这个通常我有时候我会留下来 然后把它洗一洗 然后呢 然后呢 家里有烤箱气炸锅之类烤一烤 这个南瓜籽 南瓜籽人 然后那个壳也不是太厚 当然你可以当刻瓜籽一样 去刻它 可是其实这样子去煲也不错 然后这样子处理起来 如果你在煮南瓜浓汤的时候 你要去搅打 你可以把这一个 一起打碎 打碎 就跟打碎坚果一样 它就会有 你闻到它是那种坚果的香味 对 那就是等于我们全部都把南瓜的营养 全素通通都吃进来了 真的全身都是饱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烧鸡 好 然后现在烧鸡 它的鸡汤已经把所有的这个风味 开始烧出来 我们这个烧鸡 其实最后也可以再让它收汁 可以 它就会更融合 更挂上去 但是啊 我觉得因为我们用的是栗子南瓜 它只要收入味了之后 这个汁哦 你在热的时候哦 热的时候是汁 对 冷了之后 那个汁是会不见的 哦 对 所以它会变浓稠 对 它会变浓稠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完全 你只要说 有沾到味道 因为有时候酱烧就是怕说烧的比较 太咸 太咸 那我觉得这样子妈妈就可以很方便 然后每个季节有不同的绿色的蔬菜 那我在最后呢 我加了一个季节的这个绿酥 就是我封芹菜馆 好 那芹菜馆因为熟得快 而且它还补充膳食纤维吗 对 所以稍微搅拌一下 我们就可以来上菜哦 好 阿芳老师把南瓜从里到外 使用的淋漓尽致 真的很厉害 有热炒 还有南瓜籽 还有这个非常 真的是非常下菜的一个南瓜零食 那因为很多病人 其实他们在门诊的时候 就会问我说平常食疗要吃哪些 因为常常会有病人会觉得眼睛干涩 那我都会鼓励他们吃南瓜 我觉得这道那个南瓜两半 真的非常适合每天使用 那我这边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每天门诊 大概八成九成都在看的一个眼睛的症状 其实就是肝眼症 那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上班族女性 那她的工作 她是做电脑绘图的 所以她每天就会两三个萤幕 一直在画图在做这个电脑工作 那她就常常觉得眼睛 以前就是觉得干涩 那疲劳 那她可能就觉得自己就是一般用眼过度 那直到有一天 她觉得视力开始模糊 那她怎么休息 她都觉得没有比较好 那因为她身旁的人 很多人就是有什么视网膜玻璃 白内障等等疾病 她就来检查 她怀疑她自己得了白内障 那因为她才四十出头 通常白内障是年纪大的人 比较容易会有 那她来检查之后 视力果然是还蛮模糊 而且她戴上眼镜 也是没有办法被矫正 那我们帮她检查之后 就发现她的角膜 就眼睛表面整个是破皮的状态 所以她的眼睛表面 就像带了一层雾掉 就是那个毛玻璃眼镜一样 那我这边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板 那我们眼睛角膜表面 她会有一层肋膜 那这个肋膜 其实她不是只有一层水 她其实是分成三层 那最表面是会有一层油脂 中间夹一层水层 那在角膜的表面 她会有一层黏一层 她把水吸住 所以其实很多病人 她都会就是忽略了 这个肝炎症的症状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她好像都有喝水 或是她平常点点眼药水 点一般甚至有人 她是点生理食盐水 她觉得她水应该补得很够 可是其实很多病人 她是因为这三层不平衡 比如说你的直直层不够 你水分蒸发很快 或者是你的角膜 已经有受伤发炎 那导致你的水层 没有办法好好的 被吸附在眼睛表面 所以其实肝炎症的症状 不是只有肝 很多病人来讲的症状 是觉得眼睛胀胀的 好像眼球灌要掉出来的感觉 或者说她只是觉得眼睛 好像有一点点酸酸的 想闭起来这样的感觉而已 那我这边也让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肝炎症其实我们现在 还是有做一个分级 那从轻到重都有 那轻度的话 大概就是在冷气房里面 可能会发作 或是你可能比较晚睡 偶尔觉得眼睛 有一点点干干的发作一下 那大部分的病人 来门诊 大概都是二级到三级 就是她长时间觉得眼睛 不太舒适 或者是说 她可能有时候刚睡醒的时候 眼睛就开始刺痛 飙累 然后还有的人 她眼睛会一直不断的眨 她还以为自己是得了什么眼睛筋卵 甚至去打肉毒感菌的都有 就是 所以她像这些干涉的症状 她不一定是用肝癌表现 她可能是用刺激感 异物感 或是眼睛红 或者是你常常眨眼 或是你用一用眼睛 你就觉得 哇 眼睛好想闭起来 就是脏不太开来 那最严重的就是 角膜整个表面 她是会整个破皮 甚至会有溃疡溃烂的情况 那我刚刚讲的那位病患 因为她用药之后还是没有改善 所以我就建议她去内科抽血 就后来检查出来 她原来是干燥症 那干燥症 她就是一个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所以可能就要再从干燥症的方面去下手 那我请教罗医师 中医怎么看南瓜 因为我们的南瓜 真的是全身都是宝 那大家知道南瓜肉的话 它主要是补中益气 它的腺味其实感温 那对我们来讲 就是可以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 或是在中学来讲 它是一个入皮跟入味的 对我们肠胃非常好 那如果是南瓜籽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排毒跟沙虫的功效 那中医以前我们会把南瓜籽把它捣碎 加上槟榔跟那个玄米粉 然后吃了之后会拉肚子 那拉肚子的话 主要就是要沙虫 就把一些肠道的寄生虫排出来 那因为它是很温和的这种沙虫药 所以是小朋友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南瓜疼的部分 它就比较是通络 通经络的话 包括是我们的血脉 或是经络 它都有一个通的功效 那南瓜花的话 它是可以消肿 然后帮助就是女生 也发奶下乳这个部分 那如果是南瓜的皮的话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然后就是预防感冒 那像现在很多那个品种 它其实皮是很好吃的 像那个栗子南瓜 就可以整个皮一起吃下去的 那如果是南瓜地的话 它就是比较一个清热的功效 那像是皮肤有一些发炎反应 有一些就是化膿的一些皮肤炎的话 就是我们会用就是南瓜地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像是女生的一些那个乳腺发炎 或是一些水肿的情况 伤口发炎 大概就是使用南瓜地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德泉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南瓜好料理 今天要用南瓜炒肉丁 对炒肉丁 这个是一般我们的那个腿肉 把它切成类似骰子肉大小 对那现在因为我们是要快炒的 它比较不容易入味 所以我们腌制的时候呢 就要让它入味了 这边我们加一些蒜泥 好 蒜泥酱油 让它用味道 蒜泥酱油 对 好然后一些太白粉 好 蒜泥酱油太白粉 太白粉吃起来的话 你口感就比较滑嫩一些 然后一点点的米酒 这边我们这边把它抓匀之后呢 大概静置个大概三十秒 差不多就可以了 OK 就把它抓一下 然后我们让口感一致 所以我们南瓜切大小接近的 也是丁 然后那个香菇也切丁 但是彩椒也切丁 对我们在炒南瓜的时候 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通常都必须要闷 它不是那么容易熟 瓜果类的东西都这样 它比较不容易熟 所以我们有一个技巧 就让它你炒的时候就比较一致 好 所以这个是并没有先蒸过煮过的丁 对 像安芳老师的话 它是用蒸的 大快一点的话 要用蒸 那我们这个的话 就不是用蒸的方式 来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热锅热的油 姜末下去 然后呢 然后把这个 让它炒香 肉丁下来把它炒一下 这个肉的话 你用 其实用鸡肉也是可以啦 那我们今天是用猪肉 好 喜欢吃牛肉的用牛肉 牛肉丁也可以 对 然后我们有准备了一些坚果 综合的坚果 解毒或是排毒的功效 那你吃进一场到 它就吸收你肠胃里面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物质 排便顺畅之后 其实身体状况 痘痘的情况都可以改善 好 这边的话 南瓜怎么样 让它跟它口感一致 我们除了用蒸以外 因为蒸的话太小了 你蒸的话很容易就糊掉了 所以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用两倍的开水把它泡一下 泡个五分钟 像它这样子泡过的话 南瓜它还没有熟 但是它 表皮软化 软了 而且这样就可以吃了 只是说你 你再让它加热一下 它口感会更好 所以我们在做刮狗类 比如说冬瓜也是一样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用开水把它泡一下 热开水吗 就是滚的开水 然后一碗的南瓜丁 我们就用两碗的热开水 然后泡个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把它沥干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炒肉丁 对 炒到整个颜色都变色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葱栗也下下来 葱栗下来 然后彩椒丁也下来 彩椒丁 这边还有香菇 香菇一样让它炒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炒 做快炒菜的时候 你南瓜像这种瓜果类的东西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你等一下就减少你在那边炒的时间 下锅的时间就变得比较快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南瓜丁 好 我们一样让它炒 好 炒它烧它的同时 请教一下姜姨姿 南瓜事实上是慢性病患者的好朋友 这个不只这一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以吃 请问一下肾脏疾病的患者也可以吃吗 是啊 肾脏疾病的病人 其实他要吃很多的淀粉 才能维持他的体重 可是问题是我们很多肾脏病的来源是糖尿病 那当初在糖尿病卫教那边就已经被教导说 不能吃甜的 不能吃淀粉 那等到他肾脏功能到第三期 第四期之后 就转到肾脏科来 那我们就把他转去肾脏科卫教门诊 那肾脏科的卫教师跟营养师又跟他讲说 你肾脏病 所以你不能吃蛋白质 结果我有一个病人 多好笑你知道吗 才五十几岁 他就是糖尿病 然后转到我们肾脏科来 那我们就例行的卫教都做完了 然后呢 下一次来看的时候 肾脏还摔掉一堆 他你体重都掉了 对 我说你在搞什么 他说我就根本没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糖尿病的人叫我说不能吃甜的 不能吃淀粉 那你们叫我说不能吃肉 蛋白质 肉临蛋豆奶都不见了 那请问一下 那我整天吃油吗 我们上大营养素你淀粉不见了 然后蛋白质不见了 然后我整天喝油吗 我说 哦 这个是一个大误解 其实连营养食协会也同意 糖尿病病的一旦进入肾脏病 他的饮食规则叫遵照肾脏病的 你就要把糖尿病那个忘掉 所以你不但不需要进淀粉 你要多吃淀粉 像这种虽然看起来像蔬菜 可是事实上是淀粉的东西 什么地瓜 莲藕 南瓜这些东西 你就是要多吃 因为你吃足够的淀粉 你才能维持住你的体重 那你症状核病你的蛋白质会受限 所以你那个剩下蛋白质 就是要来合成你身上必要的蛋白质用的 你绝对不能说让他挨饿 然后把蛋白质拿来烧掉 当作热量烧掉 那就会产生更多的寒氮肺物 更多人要毒素 那更不舒服 然后剩下快得更快 所以其实很多病人从糖尿病 转成肢胀病的时候 这个角色转换都失败 所以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好 那同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师傅的这个肉丁 把它炒一下之后 我们一点点的盐 好 佐料的盐 其实我们这个肉丁这样子 炒南瓜 看起来也很漂亮 你看南瓜那个黄实在是很漂亮 好 这样子 然后最后我们把坚果撒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不管是从咸到甜 那都可以保养眼睛 尤其南瓜 它里面的叶黄素 貝拉胡萝卜素 还有维他命A 其实都对眼睛非常有帮助 那刚好因为最近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宅在家上班 那连学生呢 前一阵子也都宅在家里 上网上课 那因为他们都不敢出来看眼睛 那因为以前在学校黑板看不到 他就会讲 那爸爸妈妈就会带来检查眼睛 那结果自从在家上网课之后呢 因为都是看很近的电脑 所以小朋友就是没有什么抱怨 甚至治疗也暂停 然后要有一些小朋友 他就是散同剂 甚至都没有带点 那我们就遇到 最近就遇到不少小朋友 那有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 他是一个国二的学生 那他本来近视都控制得很好 大概在一百度左右 那看远看近 他也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那疫情三个月过后 他回诊 他近视变成六百度 那通常小朋友大概近视 大概半年长一百度就很可怕 他三个月就长了两百度 那为什么小朋友近视 我们会要这么注意 因为其实近视 高度近视 现在应该要称他是一种疾病 那就是说 因为近视眼 他不是只是说 看不到戴眼镜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近视的成因 正常的视力他的聚焦是会聚在视网膜上 那为什么会近视呢 他的聚焦是在视网膜的太前面 他还没有到视网膜就停下来了 那为什么会停下来 是因为你的眼球变大往后退 那高度近视的眼球 他会像气球一样不断的撑大 那撑大之后呢 以后视网膜就有可能会变薄 那就会产生一些青光眼 黄斑部疾病 或者是视网膜剥离等等的风险 就会大大的提高 那眼球也会退化的比较早 那所以我们现在一般 就是在帮小朋友 就是检查视力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 度数增加比较快的小朋友 我们也会建议 就是小朋友要另外 再加做一个眼肘长的测量 我们要监控他那个眼球 生长的速度 万一真的长得太快的话 他有可能以后会发展成 病理性的高度近视 这个都要特别注意 那王医师也要分享 这个临床上经常遇到相当多的女生朋友 可能有贫血 或者是缺铁的状况 那南瓜的天然营养素当中 是富含铁质的 有一些女生的缺铁很严重 逼不得已可能也要长期补充铁剂 南瓜的这个成分里面 有很多就是补铁的成分 刚刚那个江医师有提过了 像B12那些等等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可以补铁 那其实在富产科 比较会遇到贫血的个案 其实不是少数 只是他一开始他不会来我们这 所以这里先跟大家 就是有一些贫血的自我检测方式 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的血红素在制造 是骨髓制造出来的 你变少一定有人 就像我们的钱一样 对你的银行的钱越来越少 一定有个地方在花钱 对你那个每天的薪水是固定的 可是你花钱的速度很快 你就越来越下降 所以有几个情况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像我们写的第一个 就是说体力如果变差 你会常常会有一些脸色很苍白 等的现象你就要注意说 你是不是有贫血的现象 像有些女生她会觉得说 我现在很白 像白雪公主长得很漂亮 这不是天生例子 你这个可能已经贫血了 对这个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检查 我们通常就会看她的下眼睫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就我们把她的眼睛往下压 对一般女生会有粉粉的 对可是有的抑压想 哇整个好白哦 连一个血湿都没有 那就是应该是 贫血大概都是八九以下了 甚至更低了 那也可以翻一下 我们的黏膜的部分 像嘴唇翻开来 因为微血管一定是血最末端的地方 对如果这里都看不到 那就表示你的血红素可能已经非常少了 那当然还有指甲 这都是我们的末端 我们的指甲 你看像假如说一般正常的血压 她那个血管很容易就会有充填的动作 可是如果你这个压都没有了 那就可能真的有贫血的一些现象 那我个人分享一个个案 就是她会有一些贫血的现象 可是一般女生 她不大会喜欢来上妇产科 她有贫血的情况 她可能就去 有的会去 她会觉得她是不是肠胃道有问题 她会在肠胃科里面追踪 那肠胃科就帮她大肠镜 胃镜检查都没事 然后后来又说 你这都没事 也不是肠胃道粗鞋 那你要不要去血医科检查 那她去血医科 哇抽一大堆血 然后就不断不断的给她补充铁剂 这个是缺铁性贫血 可是呢怎么补 怎么补都补不上来 她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 后来她就是 可能因缘剧会经由人家家 你不要到妇产科看一下 那我们妇产科一看 问题就看到了 她就是子宫 第一个她有子宫肌瘤 而且子宫内膜腔有个席 那我们就第一个问诊 直接就切到核心 我说你月经量多不多 其实这样的病人在门诊很多 她会讲说多 什么叫多 对什么叫多 多少才算多 因为她不会跟别人比较 她永远不知道什么人叫多 什么人叫少 那我们就会比较说 那你自己跟你比较 你现在她这个病人是40岁 你在20岁的月经量 跟你现在的月经量比起来 她的时间是多久 她的量比较是多少 你一天用卫生棉用多少 这个她就 对我以前 月经我们一般女生 大概是七天左右 我们算下来是70cc是正常 可是讲科学话 女生就会回复 我怎么量啊 其实这不可能的事 但是科学还是有她的数据在 我说你用算你的卫生棉的量有几片 第二个你自己跟自己比较才准 因为你不可能问隔壁 你怎么很难啊 那出血量要几天比较准 我们正常月经是七天 前两三天最多到四五天就慢慢收 量量很少 如果你一次十天 每次都跟第一天 那就不对 那她就讲说 真的我的月经量 好像看来以前七天 她的量现在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 那她就说 那我说那你可能是这个在出血 对 所以你查了所有的 就拼命的吃铁剂 那一抽血 果不其然血红素大概就是八 七八就很低 因为她补铁剂 补不掉她花掉的钱 她每次月经来像血崩 可是她认为她这叫正常 对因为她没有被告知 那她觉得也没有造成 她什么太大的困扰 那这种的肌瘤要处理吗 我们要看她的位置跟大小 如果真的太大 当然必须要开刀 那如果说不是很大 有时候可以用药物去压制她 那我请教一下罗医师 中医的角度来看 南瓜不止全身都是宝 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好的 排毒解毒的食材 对 之前我有一个 40岁的女性病患 她来看诊的时候 她就说她下巴这个区块 长了好多的痘痘 然后因为下巴这个位置 是比较像我们讲说 骨盆腔这个位置 大概跟排便比较有关 所以我就跟她说 你有没有便秘的问题 然后一问果然 她就是一个便秘的一个患者 然后她又讲了一个点 她说她特别有观察到 只要她有在吃面包的时候 她的痘痘就会比较严重 然后说那你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肤质过敏的情况 然后她就说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面食这些都不能吃 但因为早餐 她就是都会买面包 现在可以买到什么 三明治 汉堡 全部都是就是面食这一类 她就不知道她能够吃什么 那早餐就说她吃饭团 她说我早上不喜欢吃饭 所以后来就建议她说 那你就用蒸的 就是找一些就是 比较属于五股根筋类的 这种很好准备的 就是蒸像是那个地瓜 南瓜或是马铃薯这些 她当之后吃了之后 果然她的痘痘慢慢就消了 那南瓜在中医来讲 刚刚讲她是一个比较入皮味的 但是她为什么又有一个解毒 或是排毒的功效 就是我们书上会解说 还有解毒的功效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些像果胶 膳食纤维这些 那你吃进一场到 它就吸收你肠胃里面的一些 不好的一些物质 包括像重金属之类 它可以把你的排便排得很干净 所以你多吃南瓜 排便顺畅之后 其实身体状况 痘痘的情况都可以改善 好 谢谢卢医师的叮咛跟分享 也谢谢我们中央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曼曲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赖跟Telegram的 官方账号首页 那我们的影片 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